詞曲 李宗盛 從我 2016 年上任以來 這是連續第八年來參加我們工業節的慶祝大會 因為我們中小企業是臺灣經濟成長的關鍵力量 所以每一年的工業節 我一定要來參加大會 向各位產業先進表達我的感謝 我也要恭喜今天接受表揚的 GO20 優良 李堅市 會務人員 以及創業50年以上的廠商 非常感謝各位對臺灣產業的貢獻 這幾年來面對疫情 極端氣候 以及地緣政治的挑戰 臺灣都展現極大的韌性 在變動的局勢中保持穩健 持續發展 在大家團結打拼之下 臺灣這幾年的平均經濟成長率 依然能夠高於全球的平均值 站穩四小龍之首 我們今年的GDP也預估會達到23兆元 過去七年多以來 政府也積極地推動5加2產業創新計畫 將產業的發展模式從效率推動轉為創新驅動 現在政府繼續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要讓我們的業界 掌握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先機 要掌握先機 我們首先面臨到的就是國際淨零碳排的趨勢 產業一定要朝低碳化 智慧化轉型來因應 政府也在今年4月以疫後特別條例 編列了三年的預算 來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各項措施 我們也鼓勵一大代小 讓中興工廠帶著供應鏈 一起來落實減碳和智慧化的升級 政府明年也會有35億的預算 來補助大家採購相關的機器設備 我也要在這邊謝謝我們的工種在去年號召了產業工協會 成立產業碳中和聯盟 一起努力邁向晉零轉型的目標 我也要拜託我們工種的苗理事長和各位夥伴 帶領上下游供應鏈 產業鏈 分享減碳的技術和經驗 持續的強化台灣產業的碳管理能力 我也知道在產業迅速成長下 大家都很關心水和電的需求 我要跟大家說政府都有準備相對應的策略 一定會當大家的靠山 把企業顧好就是穩住台灣的經濟 滿足企業的需求 就能讓台灣的經濟繼續成長 各位都是維繫台灣經濟發展 和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石 政府一定會和產業攜手合作 整合台灣的製造和科技實力 發展穩健的供應鏈 帶動區域和全球的繁榮發展 最後 我要感謝工種 長期擔任政府和業界的溝通橋樑 協助反映大家關切的議題 並且提出白皮書提供政府寶貴的意見 我們一起努力讓台灣繼續前進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可以 acaba訪問了嗎 你說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